公務員退休的貴先生 兩年前被診斷罹患膀胱癌第三期 經歷兩次大手術 重建人工膀胱 現在成功控制住病情 兩次開刀都開了十個鐘頭 很辛苦 所以我治療名等於是會去拿救回來的 八小時在裡面 不知道事實是活 可是我知道 醫生已經盡量的來救我先生 所以我內心永遠的感激邱院長 因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不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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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泌尿科相關癌症 攝護腺癌 膀胱癌 症障癌 每一年輕確診的病例高達一萬人 來找邱院長的 不少是情況複雜的患者 即使邱文翔的此地兵早已開枝散葉 手把手交的還是院長級 但遇到緊急狀況 大家依然習慣找老師 即刻救援 他們叫到我的時候都是 最常見都是大出去 都是病病病病 你們是也很害怕叫他 但是有時候不得不叫他 希望盡量不要叫他 表示他叫得很好 我們都處理好了 而且確實是這樣 對 不然怎麼做院長 邱文翔說他的臨床判斷和手術經驗 比較豐厚一些 是因為過去曾在齊美醫院 八年歷練有關 那段期間附近的屋角病村 村民喝的井水寒深 造成全村不少人得了膀胱癌 齊美醫院旁邊有個屋角病村 大家知道嗎 喝了地下水 會在30年以後長膀胱癌 所以在那個區的膀胱癌的發生率 是在我們其他 非那個區的台灣的地方的23倍 患者為了續命 有的必須摘腎 那八年 邱文翔每週有五台以上的手術 共摘了1200顆腎臟 等於平均一年要切除200個 在感慨心痛下 趨使他勇於突破當時醫療困境 成為全亞洲腹腔鏡手術先驅 我幾乎每天在看膀胱癌 所以我就 這樣是我們鮮明的不幸 可是也就造就了我 治療膀胱癌的經驗 所以我第一個發展出 亞洲第一個腹腔鏡 觀察邱文翔看診 其實不太像醫生在問診 多半時間感覺是老朋友寒暄 不但沒有一點架子 還不時有一些溫暖的小動作 像是拍拍病人的肩或手臂 感覺是傳遞力量和安慰 我平常說法就是這樣 在切片有發現一點點不正常的習慣 病人知道的嘛 對不對 何必會再嚇人家 會讓病人很緊張 所以我剛剛就跟你講不嚇 不要再擔心了好不好 這樣我就 你長這樣我就放心了 我到現在為止沒有開任何藥 我也沒有做任何手術 病好一半 對吧 診間裡上演著太多人生百態 邱院長四十年靠著犀利洞察 從病人眼神肢體語言找出端倪 他的教學者念茲在茲 提醒醫學系的高材生 心比病更需要醫 看病是看人 有時候就是病人沒有講什麼 但是院長已經知道病人在擔心什麼 然後我是說他有什麼不敢講的 對 有一個病人他憑尿 他看了好多家醫院都看不好 我說你看了那麼多醫院 先生怎麼沒來啊 他就 我就不講話了 然後我就說哎呀 你這個病其實一定會好了 我說你原諒他吧 他大哭 是因為他先生有外遇 一直沒有解開這個結 就是心生症嘛 就變成 教育 善於解讀心理 跟邱文翔生長的環境有關 從小在中山北路六條通長大 現在的高樓大廈 曾是低矮的透天措 經營著邱家小小花店生意 練就出這位外科醫生 察言觀色的本事 各行各業的人 形形色色的人 可是一憑一笑 有沒有什麼樣特別的 內在的反應 你都可以察覺啊 被這邊很複雜啊 那時候長大的地方 正好是我們台灣 經濟起飛的時候 非常多日本客 裡面都是酒吧嘛 也許真的是命定的緣分 中山北路的孩子 長大後 從陽明醫院出發 再到星光馬街 從一段到六段 都在同一條路上 更機緣巧合的是 2010年 由他執行花博開幕 歡迎 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我們的這個 花博 花博 是好多年前 這是我們事實上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邱總市長就協助我們這邊的 這個建制 對 從這個後花博 其實就是這整個場面 當時擔任衛生局長的邱文翔 林維受命 接下來還沒開幕 就被各界質疑的花博 也是憑藉著對中山北路 一份獨特濃厚的情感 真的講啊 花博辦完了 能夠留下這個地方 我個人呢 非常感謝啦 感謝上帝給我這個機會 我對中山北路感情至深 是 我爸爸又是開花店 我不來管花博 誰來管花博 現在的邱文翔 被稱為亞洲泌尿外科的掌舵者 他依然從不懈戴的學習 希望繼續教人救人 那個中山北路花店的小孩 努力苦獨當了醫生 在以自己所學 斤斤夜夜開創付出 帶給社會希望和益處 讓國際醫界都知道 台灣有味很願意 無私奉獻的泌尿權威 他是邱文翔院長 到時候 到時候 我們到時候 發展了